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吉隆五件新闻 我是黄少民 警察局刑大征事队 破获了一起利用假检察官诈骗的案件 涉案的落网的成员 亲一社都是八年急身 其中一名被害人 才是刚退休的银行高级行员 警方上门时 他还捧了一千万的现金 等着诈骗集团上门收钱 还有被警方给及时的拦阻了 亲民不满二十岁的青少年 全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 警方起初嫌犯用来的诈骗工具 包括了地检署的识别证公文 还有避免警方追踪的人头卡手机 被害人是一名才刚刚退休不久 在银行担任副理的富人 已经被搜刮掉五百多万元 警方巡线上门时 被害人正将一千多万元定存解除 等待正在电梯间变装的歹徒 前来收取现金 他说他是要查案需要 那因为我的洗钱户头里面有被洗了两三百万 所以他说我要先交这些钱 他才能查我国内的钱是不是合法 因为他说这是最高机密研准 如果我把它泄露的话 连我先生也一起要被扣押 他们都叫他们一定要隔离周遭的所有的人事物 然后一定要找一个地方 然后绝对不能为了要配合他们的办案 所以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甚至警方 所以他们常常因为越熟悉 反而越熟悉反而越容易就是照片 警方初步清查 这个以桃源地区为基地的诈骗集团 已经多次被捕 成员虽然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 但几乎都是犯案累累 经过清查 人数高达16人 诈骗的总金额高达了2600多万元 这名刚退休的银行副理 没想到自己竟然遭到诈骗 还好警方及时阻止 否则1500多万元 全都会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 记者黄少民采访报道